我的天啊 我剛剛到底怎麼了 就好像被人家附身那種 就是像另外一個人 是人格分裂是不是 真的喔 真的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發某的時候 有一次我們一起去樂園 然後呢 你知道樂園要看什麼 就是看遊行啊 遊行啊 那遊行不是 樂園很多那種遊行啊 國外的動物 大型樂園 對對 大型樂園那種 那叫動物 遊樂園 遊樂園啦 我哥遊樂園 就是看卡通人物遊行 卡通人物遊行不是整街 就是放那種音箱啊 所以他叫音樂嘛 然後他老公就站在音箱底下 然後他要叫他老公啊 Honey 他老公在音箱下 誰聽到的 Honey 然後他老公還是在這 還是在那邊 Honey 你根本罵掉了 你知道周圍有多少小朋友這樣 所以每個人都嚇到 想說我在大聲什麼啦 他的反差太大了 而且我中間不太有什麼 醞釀的過程 對啊 運念很久了 還沒講完 對 還有第一 他真的是想到什麼 他就說出頭 他就是先做了再說 真的是沒有在想的 尤其是譬如說 有時候 這次已經帶了不同女朋友出現 這次跟上次不一樣喔 先講的 對 就是這個比較真的 這很像艾亞會做事耶 我小時候真的會 我現在不會了 因為我覺得牡羊就 而且艾亞是從內心問耶 這跟上次是同一個嗎 我小時候真的會這樣 但是因為受太多傷了 就是被人家嫌 就講說你白目 或是我以前得罪經紀人 就是因為太白目 然後被冷凍這種的 所以學乖了 他之前是會直接去問當事人嘛 對不對 他現在學乖會去問旁邊的人 然後旁邊的人就說 什麼意思 所以上次他帶出來不是那個 然後就傳開來 那不是你 好 來 第二 出手作 高 高 是名歸 高 安中 明錄吧 第一名 放空漫遊缺乏思量 就像剛剛這一種對不對 就是 人數沒有評估好 對 然後跟他講的沒有 就是他永遠都沒有記起來 然後再來的話 他其實就是風涼畫大師 他是覺得他自己講得很圓話 他就說你也圓圓的就是最有福氣啊 這樣很有福 你現在多可愛啊 還可以這樣彈起來 他那種形容詞就會讓你覺得說 你好像 好像是要誇獎我 可是為什麼就是這麼的不舒服 但我必須要講 你有一個東西是 對 的確就是像星座老師剛剛講的 對啊 就會讓人家有點受不了就是 遲到王約吃飯自己放鳥 這不行 他每次譬如說 我們有很多的活動在中南部 然後都要坐高鐵 然後我們都已經講好 譬如說這班高鐵 譬如說2點36分的高鐵 那我們是不是大概2點30就一定要到 基本上最好 可是你知道嗎 他都是2點35分到 然後每次都要趕到 我們要趕到那門口 然後都是咻進去 然後馬上車就要開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有一次 我就跟他說 我說小生 就你能再找 譬如說兩分鐘嗎 我真的不想要在那邊趕 他說不會 為什麼要早兩分鐘 他就是36分開 我們就是35分上車 這有什麼不對 我後來講也對啊 然後有一次出國 大家已經在那邊急得要死 然後都已經那個登機的地方 應該說check in那個地方 人家都要關艙了 然後就是大家一直在想說 小生他就是在路上 他在趕了 然後後來中間也不接電話 最後是瓜哥在那邊 一直跟那個check in的人聊天 一直說不要關 不要關 然後等等 他馬上到 他馬上到 松山機場 然後他就是一直阻擋 那個不讓他check in 所以就講到你後來過 後來無數次的 跟著胡瑩貞出國 都是在 太辛苦了 在人家要關艙門的時候 他就到了 然後就說 是不是 飛機就是會等我們 然後說對 真的 將來會等我 真的都有等我們 這不會誠信 而且你會讓這個 好感喔 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現在不會了 不會嗎 12點要錄影了 我們每一次錄影 11點通告 你都12點多才走 因為我11點到 你也在舒嬅 我在旁邊幹嘛 那我就在家裡 舒嬅完再來 對 對啊 就是 大家會等他 然後真的喔 他在車上就已經化好妝 一走下來就說 為什麼還不錄 然後我們就說 再等你啊 他說現在可以錄啦 我都來了 因為早就來了 因為我如果要做這個事 我就會把自己設定到說 我現在下飛 到現場別人賣 我就可以立刻錄 就是說本那些什麼東西 他都會提早傳嘛 所以我都會先看完 好啊 你們要講什麼 你們自己講啊 你再轉國一下嘛 你看你是不是耳朵硬 沒有我覺得小之前 我覺得你們兩個互動就是 其實你耳朵算是滿硬的 其實 你講你自己故事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 艾亞跟妳是同一種人 不是 妳跟小生也是同一種人 沒有 我是微微會遲到 沒錯 他就是 他就是 補充一個遲到的故事 有一次我們都有拍廣告 拍舞的老師是藍波老師 然後那一支廣告 還有納豆跟Ken哥 然後納豆跟Ken哥 都已經到現場 我們全部的人都到 然後已經站在中間 那個就是 Re 那個Rehearsal 那個舞蹈這樣 然後他就 姍姍地走進來 然後臉就沒有笑這樣 那我還記得藍波老師 就在我耳邊問說 音音心情不好喔 我說沒有 他剛起床都這樣 以前以前以前 那他到現場 因為他如果一跳 就他可以跳得很好 他就跟小生姊一樣說 我已經Ready 對啊Ready 所以你們 我在等你們 晚一點到也OK啊 然後我們就會 也對 那你慢來 不要生氣 然後過兩個小時 再跟他講話 其實我覺得 你剛剛到底憑什麼講我啊 對 對耶 怎麼會這樣啊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你們這樣 你們這樣是對的啊 因為你們準備好 所以對啊 應該是我們去服從人家 等一下 不對啊 我至少要準時 如果我問你 如果說遲到的人 就是他一到 然後所有的 他都沒出錯都OK 跟一個沒有遲到的人 卻一直記錯五步 記錯太遠了吧 對啊 對啊 很早到然後最後一直跳錯 可是我很寶寶 什麼你們 好怪怪的 好啊 那我 好到還一直跳錯 好奇怪 對啊 都不記好五步 對啊 來 這樣我們接受你的道歉 看的是一個結果 對 對 我們看的是一個結果 對 來 我們請那個希姊 幫我們工作一下 對 真的 剛剛講到放鳥 或是遲到 我真的是 朋友間一定會遇到的事情 因為我本人也遇過我朋友 遲到半個小時 然後我最後就直接跟他講說 就是整個晚餐 我就擺臭臉給他看 然後他最後還跟我說 你為什麼今天態度這麼差 我說沒有 因為你遲到 所以這件事情 真的準時是非常重要 半個小時真的還好 對 我們有好幾對朋友 都是半個小時 真的假的 對 好吧 好啦 不過呢 其實這個 剛剛講的這個遲到 或放鳥的情況 在網路上是有網友戲稱 這個就是 除了金錢以外 大家一定會遇到的事情 所以啊 真的是 大家就忍耐一下吧 鵝鵝哥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聽說不只如此 他還滿嚴重的是不是 對 其實他問題滿大的 就是 商人自尊心 於無形 你會 怎麼可能啊 你會嗎 這個時候我就要派 我們家的一個代表 對 其實我算是這樣子 我們家的代表叫龍千玉 這個夠大咖了吧 龍大 我們都叫Linda 對 這樣好幾次喔 其實不只一次 你知道龍姐是一個 非常愛面子的人 他出去從來不會讓人家請客 結果可是跟牛哥出去了 大概兩三次 包括我說我要請客 沒有一次請成功 那龍姐會覺得自尊心受創 因為我們 老是吃人家的 你會不好意思啊 其實Linda姐會覺得說 你不讓我請客是看我不會去的 就是看不去啦 沒有啊 而且你剛出來講 而且你剛出來講 Linda姐的時候 我真的想說她是誰 你是金魚腦咧 Linda 金魚腦咧 她要唱歌 我剛剛說這個要奔斷 這個要奔斷 這個要奔斷 這要喚氣 喚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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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 這個 不用喚氣 一口氣 就唱完了 這好聽啦 其實是好聽 可是你要想想看 如果別人在唱 因為米南語歌都有一些老人家 你老頭像你那樣在唱 我不會唱到每天 就回到一半 真的耶 好危害健康喔 孫風哥想得好遠喔 也就傷害到那些老人家 對啊 他們就萬一為了唱你的歌 對不對 你的歌好遠 我是因為這樣傷害於無形喔 對 還不只這樣子 我還有 我還有這件事情受訣 我有那麼 我那麼慘 是因為你沒有辦法一口氣唱完是不是 對 受傷了 有一次我們在唱那個人生一首歌 他演唱會 你知道多無恥 他沒跟我說叫我要上台 他演唱會 我就穿個拖鞋穿個什麼 因為沒有say 沒有say 但我看你的眼神很渴望 沒有 我穿個 沒有 希望被cue 我是看演唱會帶 我就穿個拖鞋 因為低調我眼上 我就被cue上去 沒有沒有 你不是第一人 第一人是 他也曾經沒有Q唱去過 也穿拖鞋 我們都是被欺壓的那一張 對啊 可是這唱歌有時候 氣拉長一點 感覺上 你好像 人生親手一條歌 最後一句 我 不怕 對不對 你每次都拉那麼長 到一半我就斷了 這顯得你氣好短 對 英雄氣短 對 真的耶 因為沒有比賽沒有傷害啊 大家一起解釋 等一下 我有做嗎你 對 我覺得你有啦 來囉 我下注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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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 艾亞咧 我們喔 我們是傷害人魚有形 你知道我們 之前其實蠻常一起出國 就是可以飛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時候去泰國 為了他 為什麼 所以我們去人妖店 就是看那些表演的時候 人家 因為他又 嗓門很大 然後一走進去電路 真的 這時候不用苦惡吧 小康老師 等一下 你講 你講 我覺得你也很像 因為我們是兩個同時被誤認了 一個是黑的人妖 一個是白的人妖 一個是白的人妖 來 我們一起來表演 沒有 好 來 甜蜜蜜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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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樣很辣 這這樣很辣耶 走開了